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同志一番人》,我是建平。 库二人群虽说是分不广泛,但是很多人缺乏归属感。 目前一个有理想的全球运动想要改变这个现实, 他们想建立一个属于同性恋自己的国家。 美国作家Gary Graham 在2007年书写的《同性恋国家》 讨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由男女同性恋、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为多数的国家。 这本书想开始一个全球运动,推动让政治领导和联合国成员国 可以把一块土地交给同性恋,让同志们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, 让他们自己有地方可以追求生活、自由和快乐, 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做多数人群。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,赶快去我们网站www.queercomrade.com的新闻去。 如果同性恋国家成为现实,有一点我们非常肯定, 它肯定会有世界上最动听的国歌、最鲜艳的国旗和最鲜活的语言。 也许奇怪的只是另一种做法 我们想开发,我们尊重它,我们了解它,它们个人的想法 它说我爱我恨我的痛苦跟你差不多 只是我选择的生活也许你还没看过 它说我爱我恨我的痛苦跟你差不多 只是我选择的生活是个男人在一起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